第69章 求吻第一 央视 三号小型演播厅 一片忙忙碌碌的景象 秩序很乱 这在央视不是很常见 于秀武作为这次爱国主义教育主题公开课的导演 他尽力让这个临时组建起来的制作组正常运转下去 因为这堂公开课在三天后就要播出 所以 于秀武在刚接到这个紧急任务的时 就跟领导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只有一个要求 把小洒派过来给我当主持人 别看小洒搞怪爱开车 但是业务能力没得说 小洒业内公认的顶尖主持人 有了他在 于秀武的压力至少可以减少一半 此时 萨拜宁在台上指挥着布景 我认为 听课的学生应该在舞台的两侧 倾斜过来 乘八字形对着舞台中央 当我说到我们面临了很多的困难和挑战这句话的时候 后台的老师把屏幕的画面切一下 其实采访院士嘉宾和播放短片这两段 调换一下顺序比较好 这次的公开课任务太过仓促 组内的人都身兼数值 萨拜宁不但承担着主持的任务 他还出谋划策 用自己的经验指挥现场 主动承担了一部分导演的职责 于秀武看到这一幕 他老怀欣慰 多亏了把小洒要来了 否则非要把自己忙死 指不定哪里就会出问题 自己还是求稳为主 把这次的紧急的公开课完成就行 别出差错 不求多好 这时 小洒熟悉完整个节目流程 从舞台上下来休息一会 他一屁股就坐在于秀武导演旁边 从兜里摸出了一把瓜子 一边磕起来 一边问 于导 你要不要 于秀武无奈地看了小洒一眼 上班时间嗑瓜子 整个央视就你一个人敢这么嘎 但于秀武却不生气 小洒有这样一种魅力 成为整个央视的团宠 他直接忽略了小洒递过来的瓜子 转头说起了正事 对了 陆青什么时候过来 小洒见于导接受 就把手收了回来 略显遗憾 竟然有人不喜欢嗑瓜子 他说道 陆青刚刚还联系过我 应该快到了 于秀武说道 能来就好 联系过那么多歌手 都有没有档期 要不是你推荐 这两天 我还真没注意出了 天地龙龄这么一首歌 小洒说道 这次的任务太急了 您估计睡觉都不够睡 哪还有时间看看手机 于秀武揉了揉发疼的脑袋 说道 天地龙龄是一首好歌 也符合咱们这期公开课的主题 但是放在节目的结尾来演唱 还是有些突兀啊 小洒点点头 放在结尾的歌曲 最好是励志和爱国情绪并存 但是现成的歌曲 几个原唱的艺人都没有时间 于秀武说道 所以只好找来陆青 也算是一个解决的方案 不过既然决定是天地龙龄 那就不再改了 免得再出现别的差错 于秀武求吻为主 说起正事 小洒也绝不含糊 他很注重分寸感 小洒认同于秀武的话 很多项目都没有更多的时间给你准备 有的时候 完成要比完美重要 此时 门口传来一道询问声 请问 这是三号演播厅吗 陆青到了 于秀武拍了一下脑门 太疏忽了 也没派个人去楼下接一下陆青 还让人陆青自己找来了 看样子 是一路问路过来的 小洒把瓜子一收 迎接陆青去了 嗨 陆青同学 陆青寻着声音 一眼就看到了 向他走来的芳心纵火犯 这里可是央视 陆青也不知道 为什么脑袋里蹦出这个想法 一定是这个形象太深入人心 当小洒老师走近 陆青才发现 小洒老师 好像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矮 直到他看 那双稍稍离谱的增高鞋 好吧 但我没说 你好 小洒老师 小洒伸出右手 主动和陆青握了一下手 说道 十分抱歉 公开课的制作组 是临时组建的 管理有点混乱 陆青左右扫了一圈 一幅热火朝天的景象 有不景的师傅 在舞台上铺了一地的线材 工作人员穿梭期间搬运着道具 时不时还被线材扮下脚 还有一堆 扎着红领巾的小演员聚在一起 叽叽喳喳地叫嚷着 舞台中间 还有一个正在彩排的嘉宾 在旁若无人地坐着演讲 陆青看出来了 确实有点混乱 走 我带你去找导演 陆青被小洒带到了于秀武的旁边 于秀武此时 还在奋力地喊着 对 这是倒数第二个的朗诵节目 然后就是节目收尾的歌曲 天地龙龄 很好 你们四个朗诵完之后 我们进行最后一遍彩排 小撒见于秀武基本安排妥当 他说道 于岛 陆青到了 于秀武抽出身来 转头对陆青说道 陆青你看到了 这里比较乱 如果招待不周的地方 你多担待 陆青说道 李简 于岛你直接安排吧 我能配合的 一定尽全力配合 于秀武见陆青不磨叽 也没有再寒暄 说道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咱们这个公开课的主题 是爱国主义教育 你演唱的 天地龙龄放在了结尾的高潮部分 你只需要登台演唱 一会彩排的时候 你熟悉一下环境就可以 难度不大 陆青了然 天地龙龄 的确可以激起听众的民族自豪感 放在这个主题下不突兀 而且 于秀武接着说道 你对对口行就行 这个节目不需要真唱 啊 假唱啊 陆青细想一下 这样的节目 不是来给歌手秀唱功的 其主要目的是要达到教育效果 歌手真唱不真唱 对于整个公开课来说 不是很重要 就是不知道 于导了不了解我的现场演唱水平 陆青决定争取一下 毕竟作为歌手 能不假唱就不要假唱 于导 我的life很稳 真唱也可以的 小洒在一旁点点头 除了天地龙龄 陆青其他歌曲都是life版本的 唱功自然是顶级水准 只见于秀武摇摇头 假唱就好了 求稳第一 不要横生之节 第七十章 我有办法 陆青硬程下来 没有再做要求 如果是开演唱会 假唱是欺骗歌迷 但这是央视的公开课 当然还是听人家导演的 很快 节目进行最后一次彩排 小洒把兜里紧剩的瓜子 分给了陆青 于秀武看了一眼 嗑瓜子二人组 没一会功夫 小洒和陆青两个人 就把小垃圾楼填了一半 至少在嗑瓜子上 陆青可以和央视boy 打成平手了 于秀武赶紧甩了甩脑袋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专心彩排 小洒此时已经站在主持位上 他在主持时散发的镇定和自信 让于秀武非常安心 上课了 同学们好 我是你们的撒拜宁 撒老师 在这一年 我们一起 见证了我们的祖国大家庭 经历了太多震撼人心的变化和发展 比如说 我们一起见证全面小康的圆满收官 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同时也是 通向下一个更伟大胜利的起点 同样是在这一年 5G网络覆盖所有地级市 让人们对五十代的生活充满期待 而且也在这一年 北斗三号系统全面建成 北斗导航覆盖全球 真正做到华夏的北斗 世界的北斗 所有这些我们曾经的梦想 现在一个又一个变成了现实 这些不是喊出来等出来的 是干出来的 我们相信一个朴素的道理 那就是 奋斗成就梦想 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挑战 但是我们也让全世界看到了 华夏人 言必信 行必国 这句话是华夏民族 传承了几千年的信条 小洒的主持功底很深厚 聊聊几句开场白 就把坐在舞台上的小孩子们 吸引住了 导播 切 于秀武用对讲设备喊道 舞台上的大屏 立马切换到孔子讲学的画面 孔子被誉为至圣先师 东方哲学巨人 其儒家思想 对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存续几千年 且世界独有的文化 很能激起孩子们的民族自豪感 当这一段的故事结束 小洒再次上场串起常来 第二段的内容是讲先辈们的创造的 分工伪计 采取的形式是嘉宾演讲 节目组请到了一位90多岁的退伍老兵 以他的视角 讲述了那个时代发生的一切 以及先辈如何在艰难困苦的绝境中 搏出了一片生机 这一段演讲完成后 是一首红色歌曲 40多个小孩子登上了舞台 他们负责歌曲中一部分的合唱 这些小孩子 已经在演播厅里排练了三天 唱红歌的歌手呢 怎么只有合唱团的小孩 无人应答 现场出现了意外 本来顺利地彩排到这里卡住了 合唱团的孩子们 在舞台上不知所措 什么情况 歌手呢 歌手去哪里了 于秀武再次问道 谁负责联系这个歌手的 这时从演播厅后方 急忙跑出来一个工作人员 说道 于导 是我负责联系的 我们昨天刚沟通过 他说今天会来 于秀武盯着他 意思是 那人呢 这名工作人员冷汗直流 急忙拿出手机 拨通了歌手的电话 演播厅里 百十号人进入了停摆 工作人员通着电话 脸色瞬间难看起来 于 于导 这个歌手今天来不了了 于秀武冷着脸说道 开什么玩笑 这么多人等他一个人 明天就开始录制 来不了了 说得轻巧 那个于导 明天他也来不了了 于秀武气急返校 本来这个节目接的旧集 他一心求稳 让所有的嘉宾 都确定好日期 参加彩排和录制 结果这个歌手 也没有提前打招呼 无缘无故地放了 节目组歌子 从今天开始 央视的黑名单里 这位歌手的名字 又粗又黑 工作人员战战兢兢 他的责任也逃不了 于秀武虽然生气 但是他快速思考着 应对策略 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 要解决事情 歌手来不了 那就换一首歌 红歌有很多 都能达到教育目的 再请歌手 肯定来不及了 反正是录播 到时候找一些老素材 直接放歌去 于秀武做好决定 就跟工作人员说道 把这些孩子送走吧 用不上了 这些合唱团的孩子们 兴高采烈地上来 一连猛圈地下去 他们被告知要上电视 要和大明星一起唱歌 所有孩子在这三天里 每天都要排练超过十个小时 虽然累了一些 但是所有的孩子们 都很期待能够在电视上露脸 现在被告知不能上台了 他们的情绪很低落 但是 节目彩排的进程 还得继续 接下来的两段内容 一个是祖国开放 四十年的时代变迁 另一个是当代青少年 该如何去做 才能符合新时代青年的定义 彩排比较顺利 最后一个上场的是陆青 演唱天地龙龄 不过陆青意识到一个问题 按照这个节目顺序下来 最后演唱天地龙龄 不太大 于道 最后一首歌 是不是换成励志的歌曲 会更好一点呢 陆青说出了自己心里的想法 于秀武有些意外地看了陆青一眼 确实是这样 他和小洒也都知道这个问题 只是没想到 陆青也看出来了 但是他没有像刚才一样 简单放一首励志歌曲了事 既然是公开课 那就歌手 在现场会好一点 否则也不会请陆青来了 于秀武点点头 你眼光不错 陆青见于道肯定 他心思一转 说道 于道 或许有一首歌比 天地龙龄 更适合这杰公开课的收尾 什么歌 陆青质地有声 少年中国说 少年中国说 室内篇 于秀武有些异动 陆青解释道 室内篇 但是是一首新歌 新歌呀 于秀武想了想时间 明天就录制了 以稳为主 还是 天地龙龄吧 虽然没那么贴切 但是不会出大错 陆青想轻唱几句 相信于道听到歌声后 一定不会拒绝 此时 节目组的后台 突然爆发出一阵哭声 怎么回事 众人赶到后台一看 合唱团的几十个孩子 哭成一团 得知自己的节目被刷掉了 哭得更凶了 小洒在一旁哄了半天 也没见好 于秀武听着嗡嗡嗡哭声 顿时两个头一个大 这可如何是好 节目组上下一点办法 都没有 陆青在一旁灵机一动 正好 我的歌需要孩子 于道 我有办法 第71章 陆青小儿饶我清修 一群小孩子在一起 有时可以很省心 他们可以自顾自 玩上几个小时 不作不闹 但如果有一个孩子 哭了起来 这种情绪 很快就可以传染 给每一个小孩子 结果 就是哭成一片 小孩子对周围 情绪的变化很敏感 有的小孩子 甚至不知道 为什么要哭 但是哭起来 比谁都凶 合唱团有个小男孩 得知自己 无法上台演出的时候 一瞬间 委屈就上来了 眼泪就像断弦的珠子 啪哒啪哒 掉在地上 其他也感觉到 委屈的小孩子 本来可以忍住 但是有人开了头 也大声哭了起来 最后 整个合唱团 四十几个小孩子 一起哭了起来 一个个的小脸 都哭花了 小洒在一旁束手无策 这些孩子 根本就不听他讲话 只有等他们哭够了 哭累了再说 而一旁的工作人员 小孙 除了心烦 还有忐忑 他负责联系 唱红歌歌手的任务 歌手来不了 小孩子哭作一团 他是有责任的 他想了很多种办法 让小孩子停下来 但是一开口 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连小洒老师 都没有太好的办法 自己还会比小洒老师 更会说吗 哎 工作失误肯定是挨批评了 但是现在 谁能让这些孩子停一停啊 哭得他心慌 于秀武本来松了一口气 今天的彩排还算顺利 已经有了节目的样子了 哪怕中间出了差错 也都想到了解决办法 谁想到 最后竟然是合唱团的 小孩子不干了 进度 总是在意料不到的地方 被卡住 哇 哇 小孩子们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 于秀武揉了揉太阳穴 听到陆青说他有办法 立即追问道 你有什么办法 看我的 陆青在小孩子面前站定 啪啪啪拍了三下 听我说孩子们 你们又可以上台表演了 哇 一点效果都没有 陆青感受到余秀武和制作组 其他人的目光都落在自己身上 略微有些尴尬 嗨嗨 陆青蹲下身 让自己的高度降下来 个子太高 会给小孩子们压迫感 小朋友们 我是你们的陆青哥哥 现在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们 你们要不要听 或许是一问句的方式 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几个离路亲近的小孩子 泪珠还挂在脸上 但是他们条件反射一般的说道 哟 那我们先不要哭 听哥哥说 好不好 又有几个孩子加入进来 好 你们只要不哭 哥哥就领你们上台唱歌 咱们一起上电视 好不好 好 渐渐的 小孩子们止住了哭声 眼睛里充满了期待 眼前的哥哥说 要带他们上台唱歌 工作人员小孙 感激地看着陆青 余秀武则有些意外地看着陆青 没想到他哄孩子还有一手 不过 天地龙铃 可不适合加入小孩子的声音 难道是 陆青刚刚说的新歌 少年中国说 果然 余岛 我的新歌需要同声合唱 这些小孩子可以帮助我 余秀武一时间有些犹豫 时间不多了 新歌意味着新的风险 但是看了一眼合唱团的小孩子 他又打了一哆嗦 那种三D立体环绕的哭声 比噩梦还可怕 他不想再体验了 小洒像是看穿了余秀武的想法 说道 不妨让陆青试一试 陆青的原创歌曲 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 实在不行 我们明天可以把 天地龙铃 录一遍 保险用 余秀武没有立即点头 他猝着眉 现在台里没有空闲的乐队老师 陆青说道 这个不用担心 我自己会想办法 余秀武终于松口 可以 但是这些小孩子 我来教他们排练 非常简单 余秀武看了眼时间 已经中午了 陆青只有一个下午的时间 陆青不再耽搁 他找工作人员要来纸笔 开始在上边写写画画 少年制 则国制 红日出生 祈祷大光 写好歌词后 陆青开始写谱子 他的速度非常快 余秀武刚开始看到歌词后 果然是梁启超先生的这篇文章 他在编排公开课时就想到了 只是因为种种原因 没有拿来用 没想到被陆青写成歌了 但是当陆青开始写谱子的时候 余秀武的表情变了 这新歌 太特么新了 连谱子都是现写的 潇洒看到以后也后悔了 他还以为是那种 已经出了录音棚 但是没发行的新歌 直接拿来就用的 明天就录制了 还能赶烫吗 只见陆青刷刷刷的 没有丝毫停顿 写好了谱子 他拿起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 为刘老师 这都被你猜到了 名字叫 少年中国说 对 明天用 好好好 那就谢谢刘老师了 电话那边 刘国接到了陆青发来的 作词作曲 还有一些编曲的思路 他立马在乐手群里 发了个消息 兄弟们来活了 今晚谁都别睡觉 乐手群里边 顿时骂声一片 又是陆青小儿 饶我清修 现在于秀武 看向陆青的眼神 充满了不靠谱 他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快就做好一首歌的 他现在有九成八的把握 陆青是来到 公开课制作组以后 根据节目主题 激发的创作灵感 但话像离弦之剑 说出去了 只能任由陆青折腾 陆青没有理会他人 他领着一众合唱团的小孩子 开始熟悉歌词 小孩子们负责的歌词部分很简单 而且领悟能力也很强 只花了一会功夫 基本都掌握了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唱棋 这一部分是最难的 合唱团的孩子 都有音乐基础素养 但是排练仍然花了大量的时间 一直持续到晚上八点多 这期间 小孩子们没喊苦 也没喊累 个个都十分配合 这让排练的过程十分顺利 最后的合练成果 堪堪达到了上台演唱的标准 陆青也没有想到 一天之内发生事情都超出了预期 不过一切顺利 就等明天的录制了 第七十二章 北大陆青真革新 陆青回到酒店之后 发现微信有很多条未读信息 邓紫棋 魏魏魏 微博都炒翻了 你不看一眼吗 黄灵 老弟 你被冲了 张韶瀚 你把评论区关掉吧 还有其他人也给自己发来了信息 陆青奇怪 到底怎么 他直接登陆了微博 好家伙 收到的评论提示像炸了一样 等到手机恢复平静 他也没看私信和评论 一般的热议事件 都会有人整理吃瓜时间线 这比自己找要轻松多了 陆青开始吃起自己的瓜 起初 华晨宇直播翻车 登上热搜后 华晨宇的粉丝不服气 在此之前 华晨宇工作室的理解 就鼓动几个粉丝团的粉头 让他们动员下边的粉丝 支持华晨宇的新歌 每一个粉丝都出了大力 帮助自家哥哥扩散影响力 结果在直播中 天地龙龄的数据 超过挥动魔法杖 登顶第一 粉丝们无法接受 我们家哥哥 怎么可能会被超越 一定是陆青买数据了 臭不要脸 堂堂正正竞争 陆青肯定不是哥哥的对手 于是 粉丝们自发地组织起来 在互联网中横冲直撞 只有跟陆青 或者天地龙龄 话题相关的地方 粉丝会在私下群聊里边 相互通知 集体冲锋 被冲得最惨的是陆青的微博 陆青你是什么东西 也配和我家华华一起争绑 天地龙龄 什么垃圾玩意 我听了都想吐 不会做音乐可以不做 不要拿这种东西出来恶心人 我家哥哥八千多万粉丝 你才三百多万 你连哥哥粉丝的领头都没有 谁给你的勇气 在八月份发歌的 陆青你故意买热搜黑我家哥哥 等着律师函吧 还有那个什么子聚哥的微博 你一个破饭店 也跟着凑热闹 好好地做你的饭 别乱七八糟地跟风转载陆青的歌 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陆青看到这里 直呼好家伙 腻了大天了 这是 陆青偶尔能看到他的粉丝出言反击 虽然华晨宇的粉丝水分含量很大 但是他的粉丝体量 还是要大出不少 陆青的粉丝 都是那种不爱在网络上发声的群体 而且也不会时刻关注互联网上的动静 所以发出的音量不大 华晨宇的粉丝 在互联网上犹如蝗虫过境 所到之处必有栽殃 眼看自家粉丝壮若疯狂 四处出击 华晨宇工作室的理解 有些怕了 他联系到各个粉丝团的粉头 没想到 各粉头之间的意见也不合 有的表明配合 让下边的粉丝们 安安静静不再惹事 有的粉头不管那个 还在煽动下边的粉丝到处惹事 这种时候 粉丝心理师接受不了 他们要替自家哥哥讨回公道 形势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 李姐心惊胆战地看着事态发展 他已经完全干预不上了 当他看到粉丝们去冲锋子巨阁的时候 顿时两眼一黑 晕了过去 然而 事情还在往坏的那一面发展 这一天 某座城市 几名华晨宇的粉丝线下聚到了一起 商量着给自家哥哥造势 直到饿了几人找吃饭的地儿 发现有一处饭店的牌匾上 写着北大陆青真革新 几名粉丝气不打一处来 真会气 支持陆青都支持到这里来了 陆青是北大的 北大就了不起吗 还真革新 呸 恶心 几个粉丝一合计 故意找饭店老板的茶 发生了争吵 他们不由分说地 把饭店前台砸了一通 然后扬长而去 这几名粉丝 把自己的丰功伪计 发到了粉丝群里 然后 被粉丝群里的卧底截图 发到网上 在网上传的到处都是 饭店老板也在网上 看到了这个截图 一脸猛逼的老板 可算找到原因了 随后老板不知道说什么好 老子的牌匾 是特么北大陆青真饭店 歌星助唱 牌匾上的饭店和助唱两字 年久失修 掉了 这两天 本打算换一个牌匾 没想到遭受了这么个无望之灾 饭店老板立即报警 不能惯着这帮人 然后他把几名粉丝 杂电的监控视频 上传到了网上 立刻引起了网友热议 扑哈哈 你们饭店真有歌星助唱吗 老板 哈哈 就是本地的小歌手 一周来一次 老客户都知道 老板 我觉得 你应该管 陆青要一下赔偿 这是陆青多少沾点关系 老板 那不能 这是不能怪陆青 请你评价一下 华晨鱼粉丝的行为 老板 杂饭店事件迅速登上了热搜榜前列 由此上升到一起社会性事件 讨论的人越来越多 现在的青少年都在干什么 天天不好好学习 就知道追星 这哪是祖国的未来 这是祖国的蛀虫 楼上的评论有些过了 但是杂饭店这个行为确实不好 还是要多加引导 偶像明星有义务 为他们的粉丝做出榜样 唉 想想我们那时候 再看看现在的青少年 事风日下啊 这一代算是跨掉了 现在的青少年教育 要好好地抓一抓了 这样下去迟早要完 网上多数的言论 都充斥着悲观的情绪 不看好这一代人的成长 陆青也有自己的看法 那就是 一个小群体 代表不了整个青少年群体 不能因为几个人不好的行为 去给一个庞大的人群下定义 最后几个官方 也都发布微博 人民日报 一人应该正义得 以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为己任 要规范自己的行为 给青少年树立好榜样 新华社 近日粉丝杂饭店的行为 引发了公众讨论 饭圈乱象频发 一些饭圈的声音 让人匪夷所思 当病态追星大行其道 把很多青少年裹挟其中 饭圈就变味 变质了 把粉丝文化 变成了大肆攫取利益的工具 误导青少年价值观 其危害不可小觑 华夏青年报 不能以偏概全 正确看待问题 不要局限住自己的眼光 华夏民族 自古英雄出少年 众网友纷纷点赞 还得看官方 随后 他们发现了一件事 央视呢 央视怎么说 第73章 少年志责国志 吴主任 于秀武打开主任办公室的房门 您找我什么事 吴主任示意于秀武坐下 公开课准备得怎么样了 于秀武说道 今天上午就开始录 昨天彩排时 于秀武在听到陆青演唱的 《少年中国说》后 立即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本来一心求稳的他 索性玩了一把大的 按照原本的编排 公开课倒数第二段内容 是个朗诵节目 最后由陆青演唱收尾 但是陆青建议 为了情绪的连贯性 可以把原本的朗诵篇稿 替换成了《少年中国说》的文稿 到朗诵末尾阶段 再由陆青登台演唱 为此 他连夜在他的母校 华夏传媒大学里 找到了一个对词稿 很熟悉的播音系男学生 在简单的问询展示后 于秀武拍板决定 由这个学生的朗诵配合 陆青的演唱 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 叮铃铃 办公桌上的电话声响起 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吴主任瞥了一眼 立马坐直了身体 是光电的领导 这个领导和吴主任 平时对接的工作比较多 他今天什么事 吴主任啊 领导您说 你们那个公开课 准备得怎么样了 吴主任猝起眉 光电的领导 会怎么会关心这么细小的事 这是电视台内部的工作 哪怕是光电的领导 也没有过问的权利 不过 他可不会直愣愣地跟领导说 你管不着 吴主任看了于秀武一眼 见于秀武比了个OK的手势 于是他回复说道 一会就开始录制 台里准备好了 光电领导 那就好 内容一定要积极 要正能量 不要偏了 一定 请领导放心 吴主任嘴上答应着 但是心里很诧异 领导说的都是屁话 公开课面向的群体 本来就是青少年 台里在大方向上的把控 一向很慎重 而且 于秀武在这方面经验很足 不然不会把这个临时任务指派给他 他选取的内容方向 绝对不会出问题 只是这一次任务太紧 最后的效果 可能不尽人意 吴主任对此倒是不做要求 这堂公开课 本来就是赶鸭子上架 填补空白档期的 哪怕于秀武做得不好 他也不会去苛责的 嗨 吴主任 你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吧 简短节说 这不有一人粉丝产生了一些过激行为 网上舆论的声音太大 吴主任恍然 有些理解光电领导的意思了 青少年群体成了被批斗的对象 而公开课的内容 除了教育意义 还能向外传递出一种 青少年积极向上的朝气 领导想借着这次公开课 向社会展现蓬勃向上的青少年的形象 减少这种对青少群体的负面评论 领导请放心 不会出差错的 吴主任没有把话说满 因为他一直没有关注过公开课具体的内容 但是现在 自己得关注一下了 吴主任挂断电话后 与于秀武说道 走 一起去录制现场 于秀武在一边旁听 把两人对话的主旨 猜得七七八八 化成与粉丝杂电事件 让公众把饭圈粉丝 和整个青少年群体 划上了等号 领导的意思 无非就是 让这唐公开课播出之后 打破这种僵硬的印象 要是在昨天 于秀武还不敢保证 但是今天 他很有信心 他甚至有些庆幸自己 最后没有没守成规 节目最后的歌曲 一定会传播出去 为青少年群体发出声音 走吧 吴主任 三号演播厅 一众胸前记着红领巾的少年 在舞台两侧坐定 他们是这堂课的学生 上课领响 节目开始录制 潇洒在舞台中央 念起开场白 活泼自信的主持风格 让台下的吴主任 不禁点头 陆卿此刻在舞台之下 和合唱团的孩子们 做最后的准备 台上的节目 很快切入到正题 华夏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 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 文化传承从来没有间断 华夏民族 对于华夏文化的认同感 是任何一个国家 都比拟不了的 从文化认同感切入 让这唐公开课一开始 就进入了很好的节奏中 听课的学生们 也随着节目的内容 心绪起伏 华夏文化传承过程中 有兴盛 也有衰落 从腐朽落后的王朝 到近代先驱者们 前仆后继 开创新时代 从一穷二白 到国富力强 当代青少年 该如何自处 早在一百多年前 气象一新的 少年中国形象 便被提出 此时 节目进行到朗诵环节 被于秀武选中的 传媒大学的学生 情绪非常饱满 完全成立者 壮年之事也 未能完全成立 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 少年之事 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 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 致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 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故今日之责任 不在他人 而全在我少年 朗诵结束 于秀武在台下欣喜 这个朗诵是 没有经过彩排的 但今天录制的效果非常好 那种中国少年 应有的强烈的进取精神 表达得很准确 他转头看过去 发现吴主任的眼神里 闪烁着光芒 吴主任此时的情绪 被调动了起来 对 就是这种感觉 谁说当代青少年 没有进取之心 谁说当代青少年 只知道追星 青少年是最具创造力的群体 当年打破旧世界 创造新世界的 正是这个群体 时代再进步 新的世界会变成 会再次变成旧的世界 届时能够打破规则的 依然是青少年 他们永远有朝气 此时 合唱团的孩子们 齐齐登上舞台 发出了他们的声音 少年志则国志 少年父则国父 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少年胜于欧洲 则国胜于欧洲 少年雄于世界 则国雄于世界 少年是国家的未来 不是跨调的一代 任何一个时代 都充斥着这样的声音 今天 陆青要用歌声 去告诉那些人 未来属于我们 第74章 不复年少 伴奏响起 陆青开口唱道 红日出生 祈祷大光 何出福留 一泻汪洋 乾隆藤渊 灵沼飞扬 如虎啸鼓 百受震惶 陆青的声音一出 顿时引来所有人的注意 昨天陆青彩排时 只清唱了一遍 大多时间都是 在教导合唱团的孩子们 制作组的人还在担忧 陆青真的能带着 这帮哭闹的小孩唱好歌 此时配合上陆青 给他们的伴奏 无论是陆青 还是合唱团的孩子们 都表现得让人惊叹 舞台上的陆青继续唱道 少年自有少年狂 身似山河亭几两 敢将日月再丈量 今朝为我少年狼 敢问天地是锋芒 披荆斩棘谁能挡 在一旁听课的学生 包括在现场的青少年们 都变得激动起来 他们脸色发红 心跳加速 双拳紧握 一股豪气 自内向外发散 敢将日月再丈量 今朝为我少年狼 就是要有这样的胆识与气魄 就是要气少 不被看好 说我们青少年 只会追星 说我们青少年 不能吃苦 这一生一直都有 但是 世人笑偶我自强 不负年少 陆青的歌声 响彻了整个演播厅 在场的所有人 都不由想到了 最近在网上热议的话题 青年人越来越颓废 一代不如一代 当他们听到陆青的歌声 他们强烈地怀疑 这首歌 就是陆青的回应 要知道 陆青现在还是个大学生 也是一个青年 陆青也在被声讨的对象里 他替这青少年群体发了声 我们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样子 还有的人的理解又多了一层 陆青这歌 多少沾点个人恩怨吧 陆青的歌 超越华晨宇登顶第一 华晨宇的粉丝 暴冲陆青的微博 甚至杂饭店事件 还引发了社会热议 但是陆青自始至终 也没有公开 回复过一句话 没有呛声开思 也没有阴阳怪气 何着是在憋大招呢 所有回应都在歌里 你华晨宇的粉丝 在网上到处乱咬 惹得一众人嫌 我陆青不思不闹 老老实实地唱歌 教导青少年学好 你华晨宇的粉丝行为 连累了所有青少年 被误解 被声讨 我陆青为青少年群体发声 我们朝气蓬勃 我们敢问天地是锋芒 高下立判 舞台上 合唱团的孩子们 又在一起朗诵 少年智则国智 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合唱团的孩子们 或许不能完全明白 这几句话的含义 但是却能被这些话里的情绪感染到 孩子们把朝气与自信 表现得淋漓尽致 既不扭捏 也没有用力过度 未来他们也会成长为少年 成长为青年 到那时 他们更能理解其间的含义 陆青从合唱团的中央穿过 走到舞台前方 继续唱道 干将发行 有座骑芒 天带骑舱 地履骑簧 纵有千古 横有八荒 前途四海 来日方长 少年自有少年狂 心思娇阳万丈光 千难万党我去闯 今朝为我少年狼 天高海阔万里长 华夏少年意气扬 发奋图强做栋梁 不负年少 陆青唱嗨了 他被歌词打动了 他浑身像是 有了用不完的力气 左手紧紧抓住话筒 又手臂奋力张开 五指用力打开 又迅速紧握 所有人将目光都聚在陆青身上 陆青的现场表现力太强悍了 只见他高歌唱道 发奋图强做栋梁 不负年少 学堂上的学生 听得热血沸腾 歌曲的旋律非常抓耳 但是歌词里的少年意气 更能打动他们 他们仿佛在胸中憋了一口气 必须要做点什么 才能梳理这鼓气 做点什么呢 当然是发奋图强 原来胸中这鼓气是 华夏少年的豪气与鼓气 志气与胆气 必须要跨过千难万党 去迎接海阔天长 如此 方为少年 不负年少 哗 陆制现场顿时爆发出了 无比热烈的掌声 太强了 这才是华夏少年该有的样子 我一个中年人 听得热血沸腾的怎么回事 少年自有少年狂 我怎么浑身的鸡皮疙瘩 公开课的现场没有观众 除了听课的学生 就是制作组的工作人员 四面八方来的掌声 都是来自于他们 有的抑制不住地站起身来 激动之情异于言表 此时 手头没有工作的人员 都献出了自己的掌声 谁不曾是少年 谁的少年不曾轻狂 入侵的歌声器淡不凌人 骄傲淡不放肆 大气淡不空洞 小洒坐在台下 由衷地鼓起掌来 他很欣赏陆青这个年轻人 陆青的这首歌唱到他心坎里了 小洒是一个少年感很强的人 即使是人到中年 当他做出一些少年人的举动 所有人都不会觉得他油腻 他的心里一直都住一个少年 就是曾经的自己 所有人都把北大海行 当作是轻狂的玩笑话 但是嫌有人知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 他泪洒楼梯 因为这张通知书 是他无数个日夜 发粪图强换取来的 自己没有辜负年少 于秀武望着舞台上的陆青 心生震撼 陆青此时站在台上的模样 当真是意气风发 像极了歌中所描绘的 华夏少年应该有的样子 二十出头的年纪 站在央视的舞台上 唱着少年中国说 这幅画面 深深地刻在了于秀武的脑袋里 想到昨天陆青刚到演播厅 于秀武还把陆青 当作是正常合作的歌手 没有特殊的对待 但是仅仅过去一天的时间 陆青就在旧片小小的演播厅里 大放异彩 陆青通过节目的编排可以看出 少年中国说 这样的歌曲更为合适表达主题 然后在一天的时间里 完成少年中国说 这样一首完成度相当高的优质作品 歌曲唱完了 陆青和合唱团的孩子们正在退场 于秀武看着陆青 眼里盛着浓浓的欣赏之意 了不起 真的了不起 第七十五章 央视够硬吗 三号演播厅出现短暂的安静 所有人都还在感受 歌曲带给他们的少年义气 回味歌曲中的余韵 他们慢慢地平复胸中激荡之气 此时小洒起身 向舞台中央走去 他还有最后的接触语要完成 少年中国说 这首歌曲给他的触动很大 小洒举起话筒 眼神中透露出坚定 少年强 则国强 从歌曲里 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少年的勇敢和担当 让我们看到了 中华民族蓬勃向前的希望 一个人是不是少年 除了心态 还要看他在做什么 有这样一句话 年轻人不要想着做大官 要想着做大事 希望你们刻苦学习 坚定理想信念 当时代召唤时 具绽放属于中国少年的光芒 节目录制完成了 小洒的话 同样给陆青很大的震撼 这些话没有台本 都是小洒老师在临场发挥 不愧是小洒老师 不愧是央视 短短两天的时间里 陆青完整地参与到公开课中来 即使是一个仓促准备的节目 完成度依然非常高 陆青心生钦佩 然而吴主任的震撼 一点都不比陆青少 他看着被合唱团的孩子们 团团围起来的年轻人 心中既欣赏又羡慕 他欣赏陆青的才华 陆青将自身的少年感 和歌曲里的少年感 结合得很好 让他完全带入到那种 少年人蓬勃兴盛的精神状态里 少年是中国的希望 少年中国说 在一百多年前诞生 当年的中国风雨飘摇 而当代的中国 像是一个精神焕发少年 陆青用这首歌 完美地诠释了少年中国的形象 吴主任听到后产生了错觉 其实自己还是一个少年 而让吴主任羡慕的是 陆青真的是一个少年 他正做着少年人应该做的事 吴主任的眼神转动 有了 少年中国说 整个公开课表达的精气神 浑然不同 这样的公开课 光电的领导会满意了吧 遇到 明天节目就该播出了 于秀武把后背 满满地靠在座椅上 两只手臂张开挂在椅背上 小臂自然垂下 他现在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 不如使命 终于完成了 听到吴主任说话 于秀武也没有坐直 他说道 嗯 很多的素材都是老素材 在彩排的时候 就已经同步剪辑了 而且 陆青的唱功很完美 他的肝音用不着大修 明天播出 不会出差错 第二天 网上讨论的声音 还在继续 陆青都让华晨宇粉丝 攻到家门口了 怎么还不反击 就是陆青太怂了 八月份的娱乐圈 到现在还没有大瓜 竟然一个出轨和撕逼的没有 好不容易话成语闹出点事 陆青还不接招 你去热搜榜上翻一翻 你猜陆青为什么不接招 这名留言的网友 还真去热搜榜上看了一眼 很快一条 热搜就吸引他的注意 陆青为什么不回应 顺着词条点进去 转评赞最高的 就是第一个视频 视频开门见山 说白了就一点 陆青得罪不起人 大家想想 陆青满打满算进娱乐圈 也才一个月的时间 跟机潜得很 没有后台 到现在 陆青还是一个娱乐公司都没签 哪有人给他撑腰 陆青的歌是很好 从悟空到天地龙龄 那都是好歌 但是好歌又能怎样 娱乐圈不是打打杀杀 是人情事故 你陆青现在挡着别人的路了 不整你整谁 挡谁的路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粉丝暴冲我估计只是第一步 后边华晨宇肯定还有手段 当时华晨宇的声道那么大 他都没他房 这要是放在别的流量上 肯定踏了八百遍了 他背后有多硬 也不用我多说了吧 现在陆青挡着别人的路 陆青不敢轻易地回复 我猜测 陆青有很大的可能 私下里被威胁恐吓了 甚至离谱一点的 到时候陆青被迁入华晨宇工作室 大家也不要太过惊讶 那种时候 就证明陆青屈服了 好听一点就是认清现实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娱乐圈也不是华晨宇一家开的 肯定还有娱乐公司 乐意去签陆青的 只不过 陆青的谈判筹码变少了 也就是陆青牺牲自己的利益 换取一个保护自己发展的平台 除此之外 没有人会给陆青撑腰 现在微博上一半的网友 化身瓜田里的茶 等待陆青回应吃瓜 另一半在谴责当代青少年 没有责任担当 天天追星不干正事 直到 央视发布了一堂公开课 一众自媒体开始疯狂转载 很快 这堂公开课 引起了网友们的议论 因为网友们发现 陆青 好像把两件事一块半了 陆青回应了 陆青唱了一首歌 好像什么都没说 但是又好像什么都说了 陆青这个 这个 我怎么越听越像是唱给华晨宇的粉丝的呢 发愤图强做栋梁 不负年少 这是在劝慰化的粉丝 不要只顾着追星 青少年应该奋发努力 把金用在正确的地方 陆青啪啪打华晨宇的脸啊 这种回应很高洁 少年中国说 专门为私逼写了一首歌 ad 陆青有点行 你这名字没起错 你可真行 陆青用歌打脸华晨宇 迅速登上了词条热搜 网友一向对明星冲突事件热情极高 一直蹲守在瓜田的网友 终于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我就说 陆青不是那吃闷亏的人 上一个得罪陆青的 已经一个月没发微博了 央视的公开课已经发布 众网友纷纷跑道 陆青为什么不回应 词条下面还愿 我说你这篇小作文 怎么看起来有点眼熟 原来这是在陆青上发生过一次 对对 上一次王林凯也说自己挺硬 感觉好久没听到他的声音了 陆青为什么不回应 我刚开始看的时候 还觉得你说的有点道理 没想到 你也是个蹭热度造谣的 你说陆青没人撑腰 央视够硬吗 第76章 众星转发 另一边 是一直关注着青少年社会风评的网友 他们不关注娱乐圈明星的鸡毛蒜皮 和银银狗狗 当他们听到少年中国说 后 我倒是觉得陆青是在为青少年发声 现在批评他们的声音甚嚣尘上 把所有青少年一杆子打死 我觉得有点过了 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 但是少年中国说 替我说出来了 把少年中国说这样的歌曲 当做是撕逼的工具 你们把陆青看得未免太低了 陆青绝不是饮狗之辈 如果陆青把私人恩怨当作出发点 他根本就做不出来这样的作品 认真地听一听 少年中国说 里面唱的 天高海阔万里长 华夏少年义气阳 应该把这首歌扩散出去 吵了这么久 陆青是真正肯为青少年发声的人 转发 走起 有人在转发时 还配上了文案 以及华夏少年义气阳的Tag 全红禅 DJ奥运会上五跳三满分 以刷新女子十米跳台历史的最高分记录 摘得金牌 14岁的奥运冠军 苏毅明 年仅17岁 在家门口的冬奥会上 夺得单板滑雪男子 泼面障碍技巧银牌 以及大跳台金牌 成为中国首个单板滑雪冬奥冠军 天才少年曹元 22岁攻克百年难题 拒绝外国绿卡网回国效力 他有一系列的标签 大神 石墨西驾驭者 Nature论文爆发户 谁说这一代的青少年废掉了 华夏少年义气阳 披荆斩棘不可挡 一众明星也纷纷开始转发起来 邓紫棋转发微博 表白 少年中国说 唱出了华夏新声带青少年的新声 黄陵转发微博 林林子推荐陆青新歌 少年中国说 然然然然然然 张韶汉转发微博 陆青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歌手 少年中国说的少年感很强 有力量 有朝气 刘希君转发微博 古巨坤 韩红 汪峰 随着少年中国说的扩散 网上有关青少年的风评逐渐好转 整件事情暂时告一段落 很多学生都是一脸猛逼 明明什么都没做 却莫名承受了一场社会上的批评 招谁惹谁了 好在陆青为他们平反了 很多学生借此开始关注陆青 华晨宇工作室 李姐正在粉丝群中极力安抚 古奶奶们快收了神通吧 这帮粉丝是一把双刃剑 平时你能指着他们赚钱 但是他们疯起来的时候 根本控制不住 李姐每天的处境都很难熬 自从少年中国说 在央视的公开课出现后 大部分公众视线被陆青吸走 李姐的处境反而好受了一些 粉丝们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 暂时掩气息鼓了 李姐有了喘息的机会 回想整个事件 最后竟然是陆青帮他们搞定 这帮作妖的粉丝 李姐不想承认 因为陆青压根就没安好心 她写这首歌就是讽刺这件事的 不过 她顾现在顾不得这些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需要处理 八月到月中了 按照计划 明天 挨变 就该打榜发行了 现在 还发不发 红云杰和李姐两人面面相去 华晨宇一言不发 她此时正盯着华夏音乐新歌榜发呆 天地龙龄 意气绝尘 销售指数214.2万 排在第二的 春分未分 销售指数146.9万 由于胡沙的歌曲 本来就在水准线之上 又借着此次事件的热度 稳定增长 就在昨天 一举报了华晨宇的菊花 来到第二 挥动魔法杖 排在第三 销售指数145.4万 销售指数增长缓慢 这首歌月初发布时 一批死忠粉 第一时间就来支持 直到前几天 华晨宇直播 粉丝能够贡献的力量 微乎其微 华夏音乐又刷不了榜 数据增长 只能靠自然用户 而今天 数据已经基本停滞不前了 不过第四名 想要依靠20.2万的销售指数 超过挥动魔法杖 是不可能的 直到 少年中国说发布 这首歌以极快的速度 登上新歌榜前十的位置 第九 第七 第六 第四 每刷新一下 少年中国说的销售指数就上涨一大截 现在 销售指数已经达到34.6万 上涨趋势丝毫未减 因为 少年中国说的 先天流量很足 真要说起来 陆青还得感谢华晨宇 天地龙铃 和少年中国说的热度 都是华晨宇给的 天地龙铃已经登顶 少年中国说 还在向上追赶 华晨宇挪了挪屁股 忽然感觉菊花有点痛 本来这个八月 想给华宇乐谈一个惊喜 现在 惊喜有了 但不是我的 是陆青的 李姐看了一眼华晨宇 不由一阵心疼 他转头对红云街说道 你不是玩热搜有一手吗 快想办法 你疯了吗 有什么办法 陆青和央视现在绑一起了 我去买热搜和央视吗 是我活够了 还是我想死了 李姐也知红云街说的是事实 他说道 那 癌变还发不发了 所有的宣传资源都扑出去了 发什么发 动动脑子纯女人 现在滑滑在风口浪尖上 每一步都有人关注 癌变 这首歌不适合现在发 红云街也被李姐气得嘴歪 都这个时候了 还想着发歌 李姐平时大部分工作 就是维护粉丝 还没经历过现在这种阵仗 不过她还是问道 岂不是白白便宜了陆青 先赞避她的锋芒 陆青就像横空出世一样 一个月之内拿出了六首歌 手手都爆 邪了门了 华晨宇在总决赛失利后 特意查了一下陆青 发现陆青是正经音乐学院 课班出身 不是野鸡网红 不过她依然没有把陆青放在眼里 因为她对自己的两首新歌 太自信了 希望越大 从云端跌落 就会越疼 现在华晨宇被陆青有点弄怕了 她盯着少年中国说 不断攀升的数据 突然开口说道 不发 挨便 不发 以后陆青发新歌 我都不发 第77章 童年是我唱的呀 央视 主任办公室 潇洒在书柜前徐徐挪动 浏览着吴主任的藏书 碰到感兴趣的书籍 直接抽了出来 扫上两眼后 又放在一边 几分钟的时间 已经在旁边落了一落 另一边 于秀武坐在会客椅上 摆弄茶几上的茶具 给自己的蒸了一杯茶 神情惬意 公开课顺利录制完成 并且播出效果极好 这让于秀武在吴主任的办公室里 颇为放松 他一边喝着茶 一边看向办公桌方向 吴主任此时正在通着电话 领导您请说 电话那头是光电的领导 吴主任 这一期公开课的内容很精彩 你可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啊 吴主任谦虚说道 领导您过誉了 这都是我们本来就该做的 不不不 不必谦虚 这期节目播出以后 效果立竿见影 舆论已经调转了风向 批评青少年群体的言论 几乎没有了 现在网上都是一些正能量 积极向上的讨论 这次公开课引导得很不错 吴主任回应道 多亏了平日里领导的督促和审查 否则工作也做不到这么细致 对对 这次公开课的编排很细致 尤其是最后一首歌 叫少年中国说 完完全全的正能量 非常的好 以后的节目 要多和这个叫陆青的年轻人合作 多铲出一些 这样高品质 正能量的歌曲 吴主任说道 一定 挂断了电话 吴主任笑呵呵地 走到惠客茶几旁坐下来 于秀武将漆好的茶 给吴主任倒了一杯 吴主任接过茶杯说道 这次公开课任务完成得非常漂亮 光电的领导特意打电话过来 说一定要好好表扬一下你 时间如此紧迫 人手还不充足 就算那边的领导不说 我也得感谢感谢你 多亏吴主任把小洒给我分派过来 凭借我自己一个人可不行 于秀武不会独自鞠躬 吴主任说道 你和小洒缺一不可 小洒说说吧 你想要什么样的奖励 嗨 我也只是完成了分内的工作 最出彩的还是陆青 如果没有陆青的少年中国说 这次的公开课也不能大获成功 吴主任和于秀武认同地点点头 陆青这个年轻人确实有东西 不过 小洒此时抱着从书架上挑好的一摞书 要说奖励的话 就把这些书借我看看吧 吴主任不会轻易借给别人他的藏书 但因为公开课完成得很圆满 他大方帝说道 没问题 出大问题 电话那头传来贺年的咆哮声 陆青赶紧把手机远离自己的耳朵 以免刺破自己的耳膜 你一定要认识到 你已经是个歌手明星了 不管你自己承不承认 电话那边喘了两口粗气 继续说道 你得有自己的工作室 至少你要配个接电话的人 贺年泪流满面 每一次陆青发新歌 自己的电话就被打爆 都成了一个定律了 挂断电话以后 陆青微微发呆 少年中国说 发布以后 贺年和陈志德 给自己的电话就没断过 甚至有人找到了 央视于秀舞那里 除了广告代言 娱乐公司找签约 还有其他歌手 电视剧电影的制作方向 陆青约歌 陆青不得不正式起来 虽然他还没有准备好 正式进入娱乐圈 但是不得不承认 他已经被动出道了 只是出道的方式有些特别 哪个新人一出道 就和满级大佬同台近紧 并且还赢了的 然后框框发布六首歌 手手爆火 陆青瞟了一眼 自己的微博 少年中国说 发布后 粉丝数又迎来一波暴涨 已经来到了364万 巨大的名气 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袭来 让陆青一时间 没有转变过思维 现在空闲下来 陆青开始思考 等我开学回到 凌晨音乐学院以后 我可以找郑老师帮忙 向他询问 组建工作室的事情 他在这方面很懂行 毕竟老师靠着别人 介绍这种方式接活 也不是个办法 这一次 陆青拒绝了所有贺年 和陈志德介绍来的通告 因为陆青的假期 只剩下半个月的时间了 暑假开始 陆青人就到了京都 一个月的时间都待在这边 最近几天 老两口催促陆青赶紧回家 几乎每天一个电话 唉 陆青叹了一口气 终究是要面对 在外逗留了这么久 其实是在下意识地回避 陆青从情感上 还没有转变过来 没有想好如何与父母相处 不过 拖着不能解决问题 有些事情必须要靠忙 陆青使劲搓了搓自己的 脸颊 深吸一口气 回家 随后 他将自己的随身物品整理好 从酒店离开 早在进入紫禁城 制作组时 陆青就取消了贺年 给他准备的房间 重新办理一间 从前台结过战后 陆青直奔火车站 陆青的家离京都不远 高铁只需不到两个小时 一路上 陆青都很忐忑 敬香情窃 好在陆青包裹得比较严实 一路上没有别人认出来 此刻 陆青已经站在了家门口 他伸手敲了敲门 支呀 房门被打开 一名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 出现在陆青眼前 记忆中的父亲 和眼前的这道身影 逐渐重合 陆青酝酿着情绪 刚要脱口而出 喊一声 爸 老陆 干什么呢 开个门磨磨蹭蹭的 赶紧的 一会不敢烫了 陆爸转眼就撇下陆青 小跑着进了屋 陆青眨眨眼 酝酿好的情绪憋在胸口 他只好自顾自脱了鞋 一进门的左手边就是厨房 他看到了桌上的饭菜 一看就知道 两人吃过了 小青啊 剩饭剩菜 自己热一下吧 陆妈从卧室里出来 匆匆忙忙地招呼着陆爸出门去 啊 陆青有点猛 我回来之前 还每天打电话催促 结果刚一回家 就是剩菜剩饭的待遇 听说别的学生放假回家 都是三天的大鱼大肉 然后才会遭受嫌弃的 陆青看着两人已经穿好了鞋 准备出门 忽然感觉似乎跟想象中的见面不一样啊 没有嘘寒问暖 也没有热情相拥那些仪式感 不过这让陆青一下子就放松下来 他开口说道 你们这是干啥去 跳王长舞啊 陆妈干脆说道 哐 房门被重重关上 隐约间 陆青还能听到陆妈跟陆爸吐槽 昨天隔壁舞队换了舞曲 好像叫什么童年DJ版 你瞅一首破歌给他们嘚瑟的 死 陆青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咱们家是没通往吗 童年是我唱的呀 第78章 找谁来合唱 陆青的最后一点忐忑消失不见 没想到自己被嫌弃了 他会心一笑 他所有的担心全都没有实现 而且 见到陆爸陆妈的时候 他没有那种生疏感 反而有一种天然的清静 陆青说不上那种感觉 但是在这个家里 他感觉很放松 他轻车熟路地来到自己的卧室 把书包随手扔在书桌上 然后双脚敞开 把自己重重地摔在了床上 被床包裹住的感觉让他很安心 舒服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家里的床比酒店的床舒服多了 他躺在床上 回想刚才的细节和记忆中差别不大 陆爸陆妈对自己的这种嫌弃感 没错 本来陆爸陆妈属于婉遇 按理说应该对陆青这个独子比较宠密 但事实恰恰相反 他们只是嫌弃儿子的出现 打扰了他们的幸福生活 老两口现在处于半退休的状态 每天清闲的时光很多 这时间长了不见 对陆青还有点想 但是一见到 就开始嫌弃了 他们对于互联网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为了找点事做 每天就去跳跳广场舞 挺好的 陆青本来以为 融入这个家庭 还要做一番心理建设 没想到完全不用 一切都水到渠成 不过 陆青有些好笑 他们平时不喜欢上网 看来还不知道 我最近小攒了一波名气 该怎么解释呢 算了 有合适的机会再说吧 一直等到晚上九点 陆爸陆妈才回到家 跳得怎么样 陆青发现 陆妈的脸色有点不对劲 于是问道 陆爸陆起平接过话茬 害别提了 给你妈气得够呛 说说呗 陆青来了兴趣 陆起平看了一眼陆妈 说道 你妈所在的舞队 报名了市里组织的广场舞大赛 陆青点点头 这是她知道 然后呢 陆起平继续说道 然后他们舞队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最终入围决赛 成为了决赛三十支队伍之一 但是吧 隔壁舞队最近新换了一个广场舞曲 挺带劲的 听他们领队说 叫童年DJ 最近新出的歌 陆妈高绪临插嘴道 什么挺带劲 就一破格 陆起平模仿了一下 池塘边的榕树上 动刺打刺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动刺打刺 陆起平自顾说道 人家都说挺好听的 我觉得也挺好听 不过话说回来 我听那声怎么跟小青有点像呢 陆青为敏锐的老陆点了个赞 说道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歌就是我唱的 高绪临没有搭理陆青 他白了陆起平一眼 小青就是一学画画的 他懂什么音乐 不对吧 我记着小青是学表演的 凌晨戏剧学院 对吧 陆起平转过头问陆青 陆青草多五口 凌晨没有戏剧学院 我是在凌晨音乐学院上学啊 高绪临惊讶到 这么说 你还真懂点音乐 陆青 还挺惊讶 是怎么回事 算了 你继续讲 陆起平继续话题 我说到哪了 童年好听 陆青提醒道 哦对 童年好听 你不研究不知道 广场舞舞曲 这里边门道多呀 陆起平停顿一下 看了高绪临一眼 压低声音对陆青说道 在我看来 各支队伍的舞蹈水平 也就那样 都差不多 谁想在最后决赛拿第一 还是得看舞曲 高绪临一巴掌 打在陆起平的背上 啪的一声很响亮 谁说的 我们一声平安队 可比平安市服队的 舞蹈水平强多了 你天天跟着我去看 谁高谁低 你都看不出来 陆起平被疼 说道 那肯定是一声平安队 比平安市服队强 随后他又对陆青说道 但是人家平安市服队的舞曲好啊 这要是最后 平安市服队决赛得了第一 肯定是童年DJ这个舞曲占便宜了 高绪临罕见的没有反对 陆起平继续说道 这首童年DJ是平安市服 他们那个领队的儿子给弄的 今天你妈他们舞队里聚在一起商量 谁家的孩子会整这种曲子 没有一个会的 唉 人家儿子怎么那么优秀 陆青本来听得津津有味的 这种广场风云他以前可从来没听说过 果然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 但是当他听到最后一句的时候 怎么总感觉话里有话呢 高绪临说道 你没看到他们领队嘚瑟的样子 陆起平接着说 你妈他们舞队一声平安 跟隔壁的平安市服饰老对手了 早些年没少闹过矛盾 这次市里组织的广场舞大赛 两支舞队都非常重视 两边都较着劲呢 陆青听明白了 市里边组织广场舞大赛 有30支广场舞队伍入围决赛 决赛评分规则里 舞曲是一项占比很重的评分项 在其他队伍的舞曲都是老三样 翻来覆去的那几手 平安市服队整出了新花样 在决赛前掏出了一首童年DJ 惊艳了众人 作为老对手 高绪琳所在的一声平安队 急缺这方面的人才 今天在广场上 平安市服队的音响放的声音最大 让高绪琳非常不爽 所以回到家后一脸郁闷 陆青心道 我当多大点事呢 安排 这个广场舞决赛什么手笔 陆起平没察觉到陆青与其的变化 说道 这个月末 如果有新舞曲 你们多久能排练好 陆青转头问老妈 高绪琳疑惑地看着陆青 不过还是答到 五天足够了 很多动作都是基础动作 陆青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今天是15号 月末比赛 去掉排练的五天 也就是说 我要在十天之内把歌做出来 陆青的眼神微动 提到广场舞 这首歌必须拥有姓名 作词作曲编曲 对于我来说 不需要时间 伴奏的事情 找刘国鹏老师 现在只需解决一件事情 那就是找一个女歌手和我合唱 找谁来呢 我认识的女歌手可不多 第79章 特别的巧 陆青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把歌曲的词曲编写下来 第二天他拨通了刘国鹏的电话 都 陆青以为刘国鹏老师很忙 不方便接电话 一直想了几十秒 就在陆青快要放弃的时候 电话被接通 刘国鹏上来就说了一句 老弟啊 我现在都有点不敢接你电话了 哈 少年中国说 任务太敢 搁几个通宵到天亮 我们一帮老家伙命都没了一半 刘国鹏调侃 要不是这个听起来太立志 那天晚上 还真不一定能完成 陆青连忙道谢 辛苦各位老师了 等我去了华城 一定当面去向各位老师道谢 你说的 到时候可要过来玩 刘国鹏欣赏陆青 很乐意为陆青效劳 尤其是陆青每一首歌曲的质量都很高 说吧 这次又是什么歌 陆青把文件发给刘国鹏 最炫民族风 刘国鹏扫了一遍文件 问道 这歌挺然啊 但不像是你的风格 刘老师果然厉害 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首歌我打算合唱 我是说 这曲风和歌词怎么这么 呃 接地气 嗨 不瞒刘老师说 我妈准备参加一个广场舞大赛 这是我为她准备的舞曲 陆青回道 这样 那你准备和谁合唱 还没有确定 刘老师有什么建议 刘国鹏停顿思索了几秒 开口说道 我觉得 上次那个决赛的谈微微可以 当然 这只是个建议 对了 你这次准备什么时候用 陆青刨去陆哥的时间 一个星期 刘国鹏松了一口气 还好还好 足够用 他转头在乐手群里发消息 兄弟们 接客 燃起来 陆青挂断电话 思索起合唱歌手的事 毫无疑问 肯定会找个女歌手 最炫民族风 这首歌的女生 最好是高亢 要大气 且有烟火气 谈微微是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陆青认识的女歌手不多 能符合要求的更少了 不过她和谈微微并不是很熟 虽然一起参加了总决赛 但是沟通并不多 只是互相加了好友 行不行 先问了再说 陆青不磨叽 直接给谈微微发了微信 微微姐 我有一首歌想找你合作 等了半天 没有回复 看见了就该回了 我出去透透气 陆青回到家后 一直宅在家里 今天刚吃过晚饭 陆爸陆妈 已经杀到广场去跳舞了 陆青自己一人在家 也无聊 她索性穿上衣服出门 她要找一个录音棚 等一切准备就绪后 就可以录声了 虽然自己没几个词 出了小区 她记着附近没多远 有一个录音棚 陆青按着记忆的方向走 她一边走一边哼唱 池塘边的榕树上 如今陆青 已经完全接受了 自己的身份和生活 一边上学 一边继续自己的唱歌事业 这样的生活多么美好 而且不用为钱而担心 几首歌下来 光是在华夏音乐 EPIT的销售分成 就已经超过了100万 陆青现在的银行卡里 已经躺着 接近200万的软妹币 不过陆青的父母是双职工 收入和存款都很稳定 房子也是刚买两年的新房子 一时半会 她还没找到 能为二老花钱的地方 陆青发散着自己的思绪 漫游游地沿着街道前行 你是陆青吗 陆青抬头 看见一位30岁左右的男人 长长的头发背在脑后 胡须微微续起 脸庞上满是惊喜的模样 这头长发 一看就是搞艺术的 碰见粉丝了 陆青对自己的现状 多少有些了解 走走到碰上粉丝 也不是太特别的事 我是陆青 陆青笑着回道 还真是陆青 我是你的粉丝啊 我特别喜欢你的 追梦赤子星 和童年 哦对了 我是一名独立音乐人 长发伸出手 指着街边门店的方向说道 这是我的音乐工作室 陆青顺着手指的方向 看到了牌匾 左家音乐工作室 对 我的名字就叫左家 你好左家 是同藏 而且还看音乐工作室的 自己正好在找录音棚 不如问问他 陆青道 你的工作室可以陆生吗 可以可以 在咱们旅程 我的录音棚是最好的 左家略带一丝骄傲 随后他充满稀奇地看着陆青 你是要录歌吗 在哪路都是路 这里可以就这里路 陆青点头 嗯 有这个想法 太好了 我太荣幸了 里边请里边请 咱们戏说 左家连忙引导着陆青 进入工作室 陆青看了一眼 左家手里提着个大音箱 还拿着一个车钥匙 看样子是 刚从工作室里出来 准备下班了 看你要出门 话刚说一半 左家就接过话 没事没事 音箱一会 再送就可以 咱们先进工作室吧 左家生怕陆青要反悔 赶紧放下手中的音箱 打开工作室的房门 我跟你说 总决赛上我最喜欢的两个歌手 一个是你 一个是邓子齐 你们两个都是创作型的歌手 作为一个独立音乐人 我的梦想 就是成为现在的你 左家找话题说道 不过他此时眼里的羡慕之情 是掩盖不掉的 像我们这种独立音乐人 能混口饭吃就不错了 我本来都快坚持不下去了 但是听了你的 追梦赤子心后 我觉得 还能再坚持坚持 房门被打开 陆青一进门 就听见录音室中 隐隐飘来的歌声 池塘边的榕树上 动刺打刺 只了在声声 叫着夏天 动刺打刺 忘关了 忘关了 左家一拍大腿 迅速从陆青身边冲进屋里 几秒钟后 歌声停止 左家慢腾腾地 走到陆青跟前 神情十分尴尬 把陆青的童年做成了DJ 还在郑主面前曝光了 左家脚趾都扣疼了 嗨 陆青你别误会 最近咱们市里 组织了一场广场舞大赛 我妈是平安市府舞队的领队 她说 想要新舞曲 我特别喜欢你的歌 就把童年做成了舞曲 没有用作任何商业用途 说完 左家小心翼翼地看着陆青 像做错了事的样子 陆青哭笑不得 她想到 昨天老陆还拿着童年DJ做影子 讽刺了自己一番 谁想到别人家的孩子 竟是自己的粉丝 不知道老陆知道 会做何感想 第八十章 儿子认识大明星 没什么 陆青把这事看得很开 娱乐人民群众嘛 你要是把 时间都去哪了 也能做出DJ版的 也可以 那就好 左家在确定陆青没有计较后 把心放了下来 她的母亲刘雅琴 没有别的爱好 就是喜欢跳广场舞 尤其是作为平安市府舞队的领队后 更是把广场舞 当成了自己的事业看待 既然母亲喜欢广场舞 自己还有这个能力 左家就把童年这首歌做成了DJ 但是万万没想到 碰上了正主 这个世界太小了 陆青 你怎么会出现在旅程 在这边有商务活动吗 左家问道 没有活动 因为我的家就在这里 放暑假回家 闲聊结束 左家领着陆青 在录音室里转了一圈 试了一下录音设备 不错 工作室的设备 完全在水准之上 陆哥完全没问题 等伴奏出来后 陆青就可以把自己那部分给录了 一个星期过来陆哥 没问题吧 没问题 不过孟妹问一下 陆青你是陆青哥吗 星哥 陆青想了想 又补充道 我也是给我母亲写的歌 她要用作广场舞曲 哈 陆青唱广场舞曲 左家的脑袋有点猛 绞尽脑汁也没把陆青 和广场舞曲联系起来 你还有事情 陆青问道 哦 我妈在四合广场跳舞到一半 音箱坏了 我去给她送音箱 你要做广场舞曲 不会也是为了这次广场舞大赛吧 是的 陆青也太任性了 这就是创作型歌手的实力吗 为了母亲跳广场舞 还专门写个广场舞曲 根本就没法比啊 左家感觉到了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我也去四合广场 搭你个便车吧 陆青突然起意 要去广场看看 她想了解一下父母的生活 好啊 左家欣然答应 四合广场 是市里刚刚修建 没几年的休闲广场 为了解决场地冲突 四合广场的占地面积很大 附近的广场舞队伍 都会到这里聚集跳舞 广场东南角 一起舞起来 一起舞起来 我们和快乐一起舞起来 硕大的音箱 不知疲累地放着音乐 随着一生平安的领队 王金霞按下了暂停键 舞曲停止 王金霞招呼所有队员休息 他们已经连跳了一个小时 陆起平见陆妈的歇了 拿着保温杯走到队伍里 把水递给陆妈 领队王金霞看在眼里 对陆妈说道 林 你可真有福气 看看你们家老陆多疼你 陆妈使劲拍了一下陆起平的后背 陆起平 人家夸我 你打我干啥 陆妈说道 老陆各方面都挺好 就是基因不行 人家的孩子都会做音乐 我家的孩子啥也不会 周围的一生平安队的组员 一听这话 来兴致了 王金霞说道 不能这么说 我回去也跟我们家小孩说了 想换几个新的舞曲 但是这个隔行如隔山 必须得搞音乐的来才行 我们家小孩还是硕士生呢 他都没办法 你们家小孩没办法 也属正常 王姐说的对 我也问我们家小孩了 我们家小孩在市里电视台工作 算是搞文艺的 照样也没办法 你们还好啦 我们家小孩是做生意的 天天忙的哟 我跟他说句话都费劲 他都不知道我跳广场舞 陆妈 我就跟你们客气客气 拿我们家小青涮一下 想让大家把话题往舞曲上聊 想办法在广场舞大赛上夺得第一 怎么话题落偏了呢 人家隔壁的平安市服队 自从换了舞曲之后 和练得越来越好了 咱们一生平安队 还在老几样的舞曲里边挑挑拣拣 这么下去 肯定比不过隔壁了 大家现在应该想办法 把舞曲的问题解决 不是落那些有的没的 陆妈把话题往回扯 我们家小青吧 也不是完全不懂 她是音乐学院的学生 我回头问问她 如果小青真要有好建议 那大家可得尽往一处使 好好合练 争取把冠军拿下 学生啊 王金霞略显犹豫 学生可能不行 你看隔壁领队的儿子 好像是什么独立音乐人 那可比学生厉害多了 据说还有音乐工作室 人家就是专门搞这个的 林你别多想 你有那个心就好了 你们家小青想不出好办法也没关系 千万别给你们家小青压力 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 众人又七嘴八舌讨论了一回 不过最后 大家也都基本认同了一个观点 人家平安是福的领队刘亚晴 生了个好儿子 直接给他做了一首 新颖的广场舞曲 这次一声平安 怕是敌不过平安是福了 平安是福的刘亚晴 在广场上焦急地等待 今天不知怎店 放舞曲的大音箱出了问题 打电话给自家儿子 让他送个备用音箱过来 左等右等 人还是不来 没有办法的刘亚晴 只好遣散了队员们 好好 大家散了吧 等一会音箱送过来 时间也晚了 今天跳不成了 大家回去养精蓄锐 明天再好好合练 刘亚晴不忘给队员们鼓劲 自从换了新舞曲 这两天队员的合练热情 更加高涨了 这回是李组织的广场舞大赛 平安是福势在必得 这一次 一声平安队不是对手了 早年四合广场还没修建时 两队经常因为场地的事 闹不愉快 这两年没闹过矛盾 但也谈不上亲近 不过这次广场舞大赛 把彼此当作对手倒是真的 妈 怎么才来 人都走光了 刘亚晴抱怨道 左家一手拎着音箱 抱歉说道 临时有点是耽误了 哦对 妈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陆青 陆青是谁 刘亚晴面带微笑 左家的朋友吧 你好 阿姨好 陆青和左家赶到广场后 顺便帮他搬了搬音箱 正好和刘亚晴碰了面 什么呀 妈 这是唱童年的明星 陆青 左家提醒道 啊 童年是你唱的 如假包换 陆青肯定 刘亚晴惊讶极了 他细细打量陆青 这两天童年的DJ版 在几个广场舞队里 出尽了风头 让他十分受用 没想到自己的儿子 这么优秀 连唱童年的明星 都认识 刘亚晴看了一眼 隔壁的医生平安队 说道 那个小家 小青 你俩跟在我后面 我去跟人打个招呼 他带着陆青两人 朝着王金霞 陆妈等人走去 儿子 都把大明星请来了 今天一定要在医生平安队面前 显摆到位 第八十一章 这是你们灵仪 先等一下 刘亚晴忽然停住了脚步 陆青和左家 跟在后面 也是一个急刹车 怎么了 左家疑惑到 刘亚晴伸手向右前方指了一下 看到那两个人了吗 一个开心就好队的领队李友菊 跟在他旁边的那个 是往事随风队的领队张兰 哦 但是 你说这个干嘛 刘亚晴看了眼时间 说道 今天差不多了 跳舞的都散了 李友菊和张兰 去找医生平安队的人唠嗑 等他们都聚在一起 我们再过去 借着陆青在这里 刘亚晴想一步显摆到位 左家挠挠头 老妈的性子 她还是知道一些的 就是不知道陆青会不会对此不满 陆青没有不满 她已经发现了陆妈的位置 正好刘亚晴也要过去 那就一起过去吧 哼 刘亚晴突然说道 小家 你还不知道吧 你相亲被拒绝的那个姑娘 就是李友菊的闺女 干嘛突然说这个 还当着陆青的面 左家面露尴尬 想起了不太好的相亲经历 相亲没看上眼 很正常 但是李友菊的闺女 要求太高了 准确地说 是李友菊的要求太高了 姑娘是硕士毕业 海归 目前毕业两年没有工作 全职在家考编 李友菊要求 男方样貌端正 身高180以上 985本科以上学历 有车有房 年龄不超过28岁 有稳定工作 年薪50万以上 左家听到要求后人 直接麻掉 谁能符合这要求 但是你看 现在李友菊和张岚走得多近 李友菊相中人家张岚的儿子了 张岚的儿子是干嘛的 左家问道 他想知道他输在哪了 听说是什么网红 好像有十万的粉丝 张岚说他儿子一年不少赚 谁知道真假 刘雅琴越说越不愤 十万粉丝的网红 有什么了不起 我儿子的朋友是大明星 我跟谁说了 走 跟他们说说去 刘雅琴见李友菊和张岚 已经走到一生平安那里 他招呼入侵和左家跟上 一勺给他们会了 今天怎么没听平安市服放那首歌呢 前两天就他们音箱最大声 李友菊一屁股坐下来 然后用手扶了扶座台上的扶辉 邀请张岚坐定 刘雅琴的音箱坏了 要不能消停 王金霞很自然接过话茬 他儿子给他做了首歌 这让他显摆的 任张岚的儿子是大网红 得有三十万粉丝吧 也没说像他那么高调 李友菊说道 张岚听过之后 极力掩藏骄傲的神情 别听李友菊瞎说 没有那么多 也就二十多万粉丝 其他人听到后 纷纷赞叹 哎哟 张岚你就别谦虚了 你儿子真出息了 你儿子一个月得不少赚吧 你儿子没对象的吧 说到对象 张岚和李友菊相视一笑 他们正准备让两个年轻人见一见 陆妈看到张岚和李友菊的加入 本来挺欢喜 正好可以谈一谈广场舞曲的事 拓宽思路 谁知道聊来聊去 又聊到孩子的身上 有啥好聊的吗 要不是我们家小青没啥优点 我也可以跟你们聊 这时 刘雅琴带着陆青和左家到了 一生平安队的队员和李友菊 张岚等人都不喜刘雅琴爱显摆得近 但是 人家带着笑脸来的 也不好赶人家走 只有陆妈一人惊讶地看着陆青 你怎么来了 小青 陆青刚要答应 不是肖青 是陆青 刘雅琴一边按住喜悦 一边纠正道 这帮人都不喜欢上网 她还真怕别人认不出陆青来 如果不认识 再大的明星来了 也没有用 虽然名字叫错了 但很明显 一生平安的高绪林认识陆青 这就好办了 确实是陆青 大明星 最近特别火 张岚在一旁补充道 因为儿子是网红的缘故 张岚有时没事就上网冲浪 接触互联网比较多 而且最近一个月 陆青的热度居高不下 张岚总是能刷到 有多火 跟你儿子能比 有人问张岚 张岚顿时觉得 这人跟自己有仇 我儿子是网红 粉丝二十万 人家陆青粉丝三百多万 是大明星啊 哇 众人惊呼 这个年轻人是大明星 一群中老年妇女 煞时把陆青团团围住 一会摸摸头 一会摸摸手 陆青被突如其来的热情 搞得不知所措 嘿 往哪摸呢 陆青有点喘不过来气 张岚直接拿出手机录像 把脸使劲往陆青脸上贴 对着镜头说道 看 儿子 我碰着大明星 录青了 在四合广场 刘亚晴看到这一幕十分欣喜 他对众人说道 小青是我儿子的朋友 俩人是发小 从小一起长大的 认识十多年了 但是我儿子十分低调 从来没往外说过 童年DJ你们知道吧 就是小青和小家一起创作的 小青唱童年 小家做DJ 我就说 不用那么麻烦 就是跳个广场舞 没有必要专门做一首歌 但是两个小辈也不听我的话 非要给我做舞曲 唉 刘亚晴的话 顿时引来了议论 原来他儿子和明星认识 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 左家在一旁瞪大眼睛 他知道 老妈有点爱吹牛显摆 但没想到 他今天吹得这么大 明明自己和陆青刚认识 到老妈嘴里 就惩罚小了 他转头 看着被包围住的陆青 还好还好 陆青现在没注意到老妈说话 要不今天非得射死在这 陆妈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一时间缓不过神来 贫乏了二十一年 然后突然有一天 你告诉我 我儿子是大明星 刘亚晴这时招呼左家和陆青 快过来 和各位阿姨来打个招呼 陆青听到刘亚晴喊话 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赶紧从人群中挣脱了出来 这是开心就好的领队 你们礼仪 礼仪好 礼仪好 这是一生平安的领队 你们王仪 王仪好 王仪好 左家和陆青挨个打招呼 刘亚晴笑容更盛 今天面子算是挣得很足 他甚至隐隐看到 李有局后悔的表情了 还有 看看高绪玲目瞪口呆的样子 刘亚晴心里暗爽 早年和你们一生平安抢场地的时候 就你高绪玲最能吵 现在看到我儿子和大明星是朋友 是不是后悔和我作对了 他领着左家和陆青 指着表情呆滞的陆妈 这是你们灵仪 灵仪好 妈 第八十二章 竟然还可以 啥 灵仪陆青的妈 左家的大脑出现两秒的当机 哦对 陆青在来广场之前和我说过 她为她的母亲 做了一首新的广场舞曲 然后陆青又和我一起来的广场 那么 她的母亲 就是四合广场舞队的人 我该早点想到 然后阻止老妈吹牛的 现在老妈估计比我尴尬多了 刘亚晴一度以为自己听错了 刚才高绪玲叫了一声小青 自己还一本正经地纠正她 刘亚晴现在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她现在整个人僵在原地 不去和任何一个人对视 一时间不知道现在该干嘛 天色不早了 我和妈妈先回家了 各位阿姨再见 左家拉着脑袋发猛的刘亚晴 和各位阿姨告别后 赶紧离开了这片 充满尴尬气氛的广场 李友菊盯着陆青两眼放光 陆青比张岚的儿子还要优秀 可以和我闺女认识认识 而且她是高绪玲的儿子 都是本地的 近水楼台先得月 未尝没有可能 她不着痕迹地 和张岚拉开了一点距离 小青啊 她招呼道 陆青回应道 李怡 李怡和你妈妈认识好久了 平时关系很好 你有空去李怡家玩 我们家闺女续长你几岁 不过没大多少 你们年轻人就要多交流交流 有空也上赵怡家来玩 赵怡的闺女和你一般大 个子还高 和你很般配 还有孙怡家 我们家小闺女比你小 还在上高中 你有空过来 给她辅导辅导课课 陆青满脑门子黑线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哼 张岚看到李友菊和陆青凑近乎 扭头就走 好你个李友菊 你不是想高攀人家陆青吗 你去吧 但是人家陆青 未必能看上你家闺女 到时候 你李友菊想回过头找我家儿子 门都没有 各位阿姨请回吧 我真的没有出对象的想法 其中还有未成年的 陆青赶紧把阿姨们的想法 扼杀在摇篮里 不是行不行的问题 是行不行的问题 李友菊一看陆青拒绝的干脆 立马去追赶走远的张岚 自己头脑一热 让闺女和大明星 谈恋爱确实有点影响天开了 还是和张岚的儿子实际点 远处 张岚甩开李友菊的手臂 你闺女和我儿子的事 黄了 陆青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一生 妈搅黄了一桩姻缘 此时的广场 人散了大半 王金霞正正地问道 你不是说 你儿子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吗 怎么一转眼成明星了 陆妈比王金霞还纳闷 我怎么清楚 就她是音乐学院学生这个事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 之前我一直以为 小青是学画画的 一旁的陆启平 最先反应过来 这首童年 是我儿子唱的 陆妈被一语点醒 对呀 我们也用童年DJ做舞曲 陆起平静了 都这时候了 你还想着你那舞曲 事业心太重了 我说的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吗 王金霞竟然点点头 嗯 就算我们用了那首歌 他们平安是福能咋的 这是你儿子的歌 对 我让小青给我们做一首童年DJ 我就不信打不过 他们平安是福 回到家中 说吧 怎么回事 陆爸陆妈攒了一肚子的疑惑 终于逮着机会了 陆青将这一个月来的精力 挑挑拣拣 和两人说了的大概 又把一些网上的视频 找出来播放 消除了二老心中的疑动 也就是说 如果我在广场舞大赛上 用童年DJ做舞曲 没有任何问题 陆妈问道 你不说童年是首破歌吗 陆起平说道 谁说的 童年是一首好歌 陆妈一巴掌 拍在陆起平的背上 陆青早就猜到会这样 他把做新歌是说了出来 童年DJ不算什么 我为你专门准备了一首歌 肯定比童年DJ更适合跳广场舞 哦 什么样子 还没有做好 一个星期内可以出来 陆妈算了算 时间正好过 编排新舞曲 原来小青早就为我们考虑好了 怪不得小青回来那天 问我舞曲的事 小青这孩子 打小都是优点 人又低调 说话又好听 陆起平 你在广场上 跟别人可不是这么说的 陆青洗漱过后 躺在床上时 已经23点了 这时他的手机 响起了提示音 陆青解锁点开对话框 谭薇薇 抱歉 录节目录到现在 才看到信息 陆青 薇薇姐早点休息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谭薇薇 没事 你是想找我合唱吗 不过我一个星期之内 可能抽不出空来 十分抱歉 薇薇姐工作太忙 我必须换一个人了 陆青翻看着通讯录 寻找可以合作的女歌手 来这边的时日上短 自己只是通过参加天生歌手 结识了一些女歌手 自己要从这些人里选 陆青把他们一个个裂了出来 黄灵 陆青挠补了一下 他唱最炫民族风的画面 弯弯的河水 结果越想 陆青身上越不自在 如果黄灵来唱 应该改个歌名叫 最炫民族风 刘希君 也不合适 他唱温柔的情歌还可以 最炫民族风 和他也不搭 周比比 张韶汉 都不行 陆青一个个否定 最后陆青锁定了一个身影 邓紫棋 然后陆青想起来 自己还和他约定过要写两首歌曲给他 一首合唱 一首单曲 正是时候 接着陆青挠补了一下 邓紫棋唱 最炫民族风的画面 竟然还可以 邓紫棋的声音 很有力量感 武德很充沛 最炫民族风 节奏明快轻松 邓紫棋演唱 丝毫没有违和感 唯一的问题在于 邓紫棋会不会接受唱这样的歌 毕竟他唱的一直都是以情歌为主 从来没有唱过这个曲风的歌曲 前世地球 有人说这首歌图 虽然陆青从来不觉得这歌图 但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陆青拿起手机 直接翻到邓紫棋的聊天框 然后陆青停下了手 大半夜十一点 给人家发信息 问睡了吗 自己脑子 怕不是有大病 明天再说 第83章 这个留下来是我的 华海市某高档住宅楼 邓紫棋的住处 是面积达到400平米的富士公寓 旗内装修非常豪华 住宅不仅配备了现代化的家居设施 还拥有一个私人花园和游泳池 这让他的生活非常舒适和惬意 这一天 刚刚录完节目的邓紫棋 迎来了短暂的休息期 回到自己的豪华住宅 邓紫棋本想睡个懒觉 不料气经纪人刘芳杀上门来 紫棋 我知道你很累 但是你现在不能睡懒觉 邓紫棋睡眼惺忪地 看着他的经纪人刘芳 我要困死了 就让我睡会吧 刘芳看在眼里很心疼 紫棋自从参加完 天生歌手 总决赛后 通告代言不断 一天都没休息过 好不容易能休息一下 还被自己无情地打断 但是现在 不是心软的时候 紫棋 还有几天 我是唱作人的综艺 就要开拍了 你现在还不能睡 邓紫棋一听到工作上的事情 立马扯过一个枕头 死死地捂住自己的脑袋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刘芳无奈地看着 在床上撒泼打滚的邓紫棋 继续说道 我是唱作人 要求的是 你在第一期拿出的原创作品 必须足够经验 打响第一枪非常重要 邓紫棋捂住脑袋的双手更用力了 她从床的一边 裹着被子滚到了另一边 试图远离刘芳的唠叨 刘芳抱着臂膀 俯视着邓紫棋 要知道 节目组要求必须是新歌 而你 现在竟然连一个字都没写 节目开拍的时候 你唱什么 哈哈 邓紫棋用这样的方式 干扰自己的耳膜 以屏蔽刘芳说的话 紫棋 你不能这样 忙完这段时间就好了 乖 起来写歌了 刘芳就像念咒语的巫师 她说的话听在邓紫棋的耳里 脑袋都快要炸掉了 你以为写歌是容易的事吗 写歌是非常需要灵感的 歌曲不是大白菜 不论是谁 都不是你想写就能写出来 邓紫棋只想赶紧逃离刘芳的魔爪 简直就是恶魔在低语 就在刘芳还在碎碎念念的时候 邓紫棋的电话响了起来 邓紫棋连忙接起电话 果然 刘芳停止了唠叨 竖起耳朵听起来 邓紫棋半眯着眼睛 看了眼电话上的显示 陆青 喂 紫棋姐 我有一首合唱歌曲你 有没有兴趣 有有有 只要能摆脱刘芳 邓紫棋什么事都愿意做 呃 紫棋姐 你还没听我说是什么样的歌 我相信 你创作的能力 说吧 什么时间 刘国鹏老师的伴奏 应该明天就会出来 所以 明天就可以开路 我今天就可以 倒也不用那么急 邓紫棋啪的挂断电话 不 你很急 刘芳把全程的电话 听得一清二楚 她着急地对邓紫棋说道 紫棋 你不能这样 你自己的歌还一个字没写 你哪有时间去和陆青合唱 邓紫棋两眼翻白 方姐又开始了 写歌就跟做数学题一样 想不出来 就是想不出来 我现在需要一点点外界的刺激 不是把自己憋在屋里 就算合唱顺利 你最少 也要浪费一天的时间啊 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你要是不懂拒绝 方姐给陆青打电话 必须告诉她你很忙 邓紫棋听得烦了 合唱录歌 两位歌手可以不同地点 不同时间 录制自己的甘音 然后在后期制作合在一起 但是为了摆脱刘芳 邓紫棋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她拨通了陆青的电话 喂 陆青 把你地址发我 我要过去和你一起录 刘芳不可置信地看着邓紫棋 你疯了吗 你的新歌还一个字都没写 你去找陆青 新歌怎么办 节目怎么办 邓紫棋讨野式地离开房间 来不及解释了 我要去赶下趟航班 太任性了 刘芳独自一人凌乱 紫棋的新歌该怎么办 到时候拿不出歌 节目组怪罪下来 谁能承受得起 都怪这个陆青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 说要合作 阿帖 陆青打了个喷嚏 她刚把自己的地址 发给邓紫棋 丝毫不知 自己被人惦记上了 不过 紫棋姐也太草率了吧 她还没看这个 她喜不喜欢 而且 也不用她亲自来吧 像这种临时性的合作 歌手之间的档期 错不开是常有的事 大部分情况下 都采取分开录制 紫棋姐不但答应了合唱的事 为了呈现出来的效果会更好 还特意打飞地过来一起录制 紫棋姐真的很惊艳 看了眼时间 陆青准备去接机 紫棋姐这么有诚意 自己不能怠慢了 墨镜口罩遮阳帽 陆青按照标配给自己装扮上 她不怕被认出来 她是担心邓紫棋被认出来 毕竟邓紫棋的咖位 要比陆青大很多 万一被狗仔拍到曝光出去 陆青总不能对外解释说 她是要邀请邓紫棋 来唱广场舞曲的 虽然事实就是这样 但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好在陆青在接到邓紫棋的时候 看见她打扮得很低调 一看就是出行经验丰富 在回去的路上 邓紫棋终于向陆青 要了歌词和谱子 陆青把文件发给邓紫棋后 观察着邓紫棋的表情 虽然紫棋姐从来没有唱过 这种曲风的歌曲 但是她不会拒绝的 邓紫棋作为一名六边形战士 琴歌 华夏丰 说唱 创作 唱功 样样俱佳 试唱对于邓紫棋来说 再简单不过 她对着陆青的谱子唱起来 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 咦 邓紫棋唱了几句后 轻移了一声 这首歌是一首流行歌曲 其旋律朗朗上口 中间还融合了很多民族元素 她从来没有唱过这样的歌曲 作为一个在音乐上 不断探索的创作人 她露出了强烈的兴趣 陆青看到邓紫棋的模样 放下心来 看来自己的担心多余了 很快 邓紫棋唱完了整首歌 她问道 旋律我已经熟悉了 歌词的话 我负责哪一部分 嗯 陆青略意犹豫 这个留下来 是我的 邓紫棋快速回过头 把歌词浏览一遍 很快在一个阔湖里 找到了这三个字 真满美酒让你留下来 留下来 然后呢 邓紫棋又问道 这个我知道 也是我的 陆青指着歌词的位置 我知道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 哦 邓紫棋点点头 她等待陆青继续说 但是等了半天 也没见陆青的下文 邓紫棋转过头看着陆青 然后呢 第八十四章 趁着空荡写首歌 然后就看你的发挥了 陆青说完之后 有点心虚 邓紫棋继续盯着陆青 意思就是 剩下的歌词 都是我的呗 你管这叫合唱 喂 你这个眼神是什么意思啊 我不是来摸鱼的 我也要面子的 你看这里 陆青指着邓紫棋 手机屏幕上的歌词 邓紫棋看到 陆青手指停住的地方 有拉拉和拉呗 一拉缩拉和拉拜啊 你唱这句歌词的时候 我也没闲着 我会给你和声的 邓紫棋 音乐的演唱形式 虽然多种多样 但邓紫棋印象中的男女合唱 不是这样的 我听歌少 你可别骗我呀 陆青 真没骗你 我会一直给你和声 要不你也单独唱两句 邓紫棋建议道 不 陆青坚决地拒绝 这首歌 她要多唱两句 就没那味 邓紫棋越想越觉得 陆青是在滑水 不过现在只是初步讨论的阶段 一切还要以明天 录歌的时候再决定 陆青再请邓紫棋 吃了大餐后 把她安排到附近的酒店里 不管是陆青写歌 给邓紫棋演唱也好 还是邓紫棋来给陆青帮忙也好 陆青都要尽地主之宜 左家音乐工作室 我说左家 这都上午十点了 你不说陆青来你这陆哥吗 怎么现在还不见人 你不会是吹牛吧 坦白从宽 你和陆青的合照 是不是你屁的 录音室里 是左家的几个朋友 他们大青早就赶到 左家的工作室 生怕错过 和陆青见面的机会 陆青的名气在人民群众里 离家喻户晓还差得太远 但是在音乐创作的圈子里 已经人尽皆知了 最近有很多和左家一样的音乐人 对着陆青的歌疯狂分析 按理说 每一个音乐创作者 都有自己的风格 他所创作的歌曲 也大抵有规律可循 但是陆青歌曲的风格 杂乱无章 一众音乐人脑子都想秃了 也没看出啥章法 左家的音乐人朋友们 就是来一关陆青的大神风采的 我至于骂我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一张合影我有批的必要吗 反正陆青说 他会过来 左家嘴上说着 心里却有点打鼓 那天在四合广场 老妈吹牛眉打草稿 结果关公面前耍大刀 也怪我 明知道老妈的性子 应该拦着点的 事情过去好几天了 左家还在自责 也不知道陆青会不会来了 正想着 左家听到有两道声音 游远极尽传来 其中一个还是女声 陆青 你应该早点叫醒我 今天睡到自然醒 多耽误陆哥的进度啊 虽然但是 紫棋姐 睡到自然醒 是很开心的事 你也不用笑得这么大声吧 哦 我表现得这么明显吗 小嘴都咧到脚后跟了 嘿嘿 话说你不打算多唱两句吗 N 哦 房门被打开 众人看到两道身影 进到录音室 待看青样貌后 众人惊呼 陆青 邓紫棋 还真来了 众人 看向左家的眼神都变了 我左哥真有人妈呀 陆青和邓紫棋都来了 两大顶级创作新歌手 这么多人 大家好啊 陆青和邓紫棋 与众人打着招呼 左家心中感激 看来自己想多了 陆青不是那样小气的人 在众人简单地问候过后 邓紫棋的手机 铃声响起 他拿出手机 妈呀 方姐 催命大魔王 为了睡个自然行 我特意换个城市 才半天没有联系 又来催我新歌的事 邓紫棋头疼 紫棋 现在不是玩闹的时候 陆青那哥随便陆陆 赶紧回来吧 你的时间不多了 别任性 节目组刚刚给我打来电话 问你写歌的进度 我给他们敷衍过去了 我知道写歌靠灵感 但是现在 没有灵感你 也要把歌写出来 听话 明天就回来 这次不容有失 电话一接通 邓紫棋就被刘芳疯疯输出 通篇就一个主旨 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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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邓紫棋有气无力地回到 他这次出来 主要就是逃避做新歌的压力 不知道是不是特别累的原因 他最近对新歌毫无灵感 由于陆青和邓紫棋 两人离得特别近 刘芳讲话又大声 所以陆青听到了七七八八 紫棋姐的时间很赶 她是放弃了做新歌的时间 陪我陆个 就在这个时候 陆青的电话也响了起来 刘国鹏老师 喂 刘老师 陆青啊 太抱歉了 醉血民族风的伴奏 本来早上就应该发给你的 但是我这边出了点意外 预计还要再过四个小时才能好 这样啊 陆青没想到伴奏出了点问题 紫棋姐明天走 今天就必须把 醉血民族风录完 紫棋姐已经完全熟悉了歌曲 所以 陆哥的时间用不了多久 问题不大 陆青回复道 辛苦刘老师了 我可以等 陆青挂断电话后 发现大家都看着自己 歌曲伴奏出了点问题 要等四个小时 才可以开始录 陆青解释道 左家说道 没问题 我这里通宵都可以 他说完后 众人聚在一起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气氛有些尴尬 四个小时以后陆哥 那中间这段时间干啥 敢坐着呀 我再熟悉一下歌曲 邓紫棋忽然说道 不避了紫棋姐 陆青和邓紫棋在路上的时候 就把歌曲里所有的细节 探讨完毕了 有陆青这个挂壁在 邓紫棋用了最短的时间 就掌握了歌曲的精髓 刚刚听到紫棋姐 在为新歌发愁 而且 我在总决赛的时候 就答应过 为紫棋姐写一首歌 不如就现在吧 紫棋姐 听说你缺一首新歌 对啊 什么类型的 我的想法是 描绘一种美好又脆弱爱情 它在破裂时刻 让人心碎的那种感觉 不过 我还没有头绪 陆青整理脑海中的思绪 有了 我记得还欠紫棋姐一首歌 不如就今天 啊 不是要唱醉血民族风吗 而且今天的时间也不够啊 只有这四个小时 邓紫棋说道 足够了 左家和他的音乐人朋友们 听到陆青的话后 瞬间沸腾了 陆青要当着他们的面 写一首歌 这对他们来说 有致命的吸引力 众人兴奋异常 今天不但可以听到 陆青和邓紫棋的合唱歌曲 还能看陆青写歌 近距离观看陆青的创作过程 一定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第85章 眼神不太单纯 给我几张无限谱纸 陆青说道 好 好的 左家 左家听到后 立马在录音室的书架中翻找 陆青真的要当着大家的面 从零开始创作一首歌曲 左家激动的手在发抖 从陆青第一次唱悟空的时候 左家就关注上了陆青 作为音乐人 他曾无数次梦想 自己可以像陆青一样 站在舞台上一鸣惊人 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陆青一样幸运 幸运 很多音乐人这样评价陆青 左家却不认同 陆青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 机会 天赋 努力 缺一不可 左家自问 如果当时在台上被王林凯嘲讽的是自己 自己绝无可能像陆青一样 反击得那么漂亮 现场创作一首歌 这样的表现 让左家至今都无法相信 他能找到唯一安慰自己的方法就是 陆青是个天才 并且 这个天才十分努力刻苦 才可以做到举重若青 创作的过程是痛苦的 即使是陆青 创作一首好歌也不会太过轻松 这一点 左家相信任何一个创作者 都无法避免 而现在 左家有机会 观摩陆青这个痛苦创作的过程 众所周知 作家的手稿十分珍贵 有些名家 仅仅一页手稿 就可以卖到数十万元 人们可以通过 作家手稿上的写写画画等细节 去推测作家当时的状态 甚至通过一些内容上的增删 去还原作家当时的构思思路 左家颤巍巍地 把手中的五线谱纸递给陆青 这几张空白谱纸 马上就会变成那样珍贵的手稿 至少在左家眼中 这份手稿很珍贵 当然 更难得的是 左家可以亲眼见证这个过程 而不是通过手稿的蛛丝马迹去推测 陆青接过谱纸后 开始拂案书写 邓子齐就坐在陆青边上 挨得很近 由于个子不高 正常坐姿的他 有点看不清在写什么 他干脆站起身来 一条腿搭在了凳子上 双臂撑在桌面上 侧过身去看陆青 同为创作者 他对陆青的创作过程也十分感兴趣 这首新歌已经把他折磨坏了 左家此时占据了有利地形 他在陆青的另一侧站好了位置 但他的朋友们就没有他那么好运了 有的站在陆青的后面 勉强看清陆青的笔记 还有一个倒霉蛋点着脚也无法看到 他此时最后悔的是 早知道自掏腰包 给左家换一个大点的桌子 陆青此刻没有任何犹豫 刷刷刷吉比尔书 当他写满两行音符 众人没有察觉到丝毫异常 他们在创作欲望强烈的时候 也可以做到 他们现在做的事 对着谱子倾横 嗯 旋律稍稍有些平 应有一些低 其他还没看出来什么 但当陆青写到第五行 且一个停顿都没有的时候 众人纷纷皱起眉 思路一点都不卡吗 要知道 刚刚邓子齐说他创作方向的时候 众人在听到后 也开始寻找创作灵感 他们连头绪都没有的时候 陆青已经开始作曲了 一口气写了五行 好吧 陆青是天才嘛 比我们强一点很正常 可能陆青平时 也有这方面的积累 勉强解释的过去 但随着陆青一行一行写下去 众人的眉头越拧越深 他们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这 这尼玛是作曲 我抄的都没有他做得快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就在大家面面相去中 陆青把谱子写好了 他吹了吹了最后一行未干的墨迹 嗯 曲子写好了 该写词了 陆青满意地点点头 这手写的谱子 一点图改都没有 强迫症看了都得说好 词就更简单了 陆青把歌词填到旋律下面 这次他写得慢了一点 当然 他不是在斟酌自聚 他是怕强迫症看了难受 既然谱子没有图改 那歌词最好也不要图改 几分钟后 陆青长舒了一口气 太难了 有这样一个接头挑战 一次性从一写到六百不出错 结果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到六百 经常写到二百 三百就开始出错 陆青觉得写曲和词不图改 比数字挑战还要困难 众人顿时吐写三声 这叫太难了 说好的创作很痛苦呢 你中间连停都没停一下 本以为曲子一气呵成就够离谱了 没想到歌词也一蹴而就 而且歌词和曲子还是那样的契合 又是一首好歌 陆青真的是在创作歌曲 创作过程和我等凡人如此不同 完 完了 一人结巴问道 完了呀 词和曲都很完整 陆青回答道 我知道很完整 我问的不是这个 我想问的是你怎么做出来的 众人眼巴巴的 等着和陆青学点创作知识 看到陆青在哪里停下来 在陆青长考的时候 自己可以跟着陆青的思路思考 但是众人还没准备好 陆青就结束了 本子上一点删改的痕迹都没有 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 左家目瞪口呆地看着陆青 知道有差距 没想到差距这么大 比起人和狗的差距 他感觉人和人的差距更大 邓子齐此时直勾勾的盯着被陆青写满的谱纸 不由地哼出了声 那那那那那东北指向箭头 那那那那那东南指向箭头 好听 这首歌非常适合我 而且非常符合我说的创作思路 陆青真是个天才 邓子齐看向陆青的眼神 有些不单纯了 陆青被邓子齐炙热的眼神吓到了 微微挪动屁股 赶紧拉开距离 子齐姐 我来和你说说编曲思路吧 陆青引导着话题 邓子齐胳膊拄着桌面 用手托住脑袋 眼神在陆青身上打转 好啊 你说我听着 众人当即竖起耳朵 做词作曲学不到了 但是可以学一学编曲啊 陆青把一些编曲的思路分享了出来 时间过得飞快 众人受益匪浅 哦对了 这首歌叫什么名啊 有人问道 陆青拿着笔 在谱纸上画了一个圈 歌名就是这个歌词里有 凳子齐点点头 和我想的一样 陆青和我做音乐的理念很像 越看陆青长得越帅 陆青感受到某处的目光 心里有些发毛 好在这时 陆青的电话响了起来 刘国鹏老师来电话 喂陆青 久等了 伴奏给你发过去 陆青双手一拍 好 最炫民族风 开始录歌 陆青双手一拍摄了